这一辈子第一次 各位昨天应该很高兴 从来那个音乐 音乐也不是很好的 想不到昨天第一次变成作词作曲的 的专业人士 好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二天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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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今天进入那个向上提升课程的第二天 唯唯唯唯唯唯唯 那 昨天我们大概简单的 讲一下那个 学生的部分 怎么样去学习跟快速成长 快速学习的部分 那个是昨天 所以昨天我们解决了 六个层次思考的最低的两个层次 理解跟记忆 那今天跟之后的我们都是要讲高层次的部分 那所以不管你今天在我这边学到什么 都要学会之后就把它忘了 各位应该看过那个 看过那个追过剧 那个张三丰在教张无忌的时候 太极 教他太极拳的时候 他最后有讲一句 他先教他那个所有的招数 他心法 教完之后 他问张三 问那个张无忌说 你还记得多少 然后张无忌说剩下一半了 然后后来又一下子又跟他说 那你还记得多少 他说他全忘了 张三问点点头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层次 当你的层次已经被训练到往上提了一层之后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之前学的东西忘记 所以为什么要忘记 因为忘记之后你才能产生自己的 才产生自己的 所以比较高的就最高的层次 最高的层次的部分是用 就是自己产生自己的 你会根据你所以前可能以前所学的东西 去融会贯通 然后不管哪一家的 就可能这一家什么东西比较好一点 就哪一点 那一家什么东西做法比较不错 就哪一点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你的学生的样态 或者你要应付的那些人 然后你就去调整一个 融合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级的高端的层次 那所以不管我们之前学了什么 你最后还是要伸出自己的心法跟策略 所以好的学生是 都是学会的应该要忘记 那你要融合老师的知识 加上自己的智慧 把老师把我踩在脚下 把我当作你的地板 不要当作你的天花板 那就糟糕了 把我当作你的地板 然后往上跳你才能飞得又高又远 这是前提 今天要教的心法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降龙十八等 就是你人生在世 你进入棺材之前 你如果会这个的话 你这一生无忧 一生无忧 那这一个东西呢 是源自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但是 那个先人讲的都很虚 就是虚无缥缈 那你要落地是比较难 但是我们今天就把它落地了 好 那这一个东西叫做知识行 的一个后设认知的心法 那所以有看到那个后设认知 学过教育的人应该就知道 他是要有背后的自己的思考 你背后要知道自己要去想一些事情 那所以你要落实这个知识行之后呢 你就会变得很厉害 好 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心法 好 这里面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但是是循环往复的 那所谓的知 就是学习跟探索 就是任何一个事情 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想要去了解 那你就要去不断的学习跟探索 那学习是多方面的学习 各种角度 各种方式 各种面向 各种管道 去学习跟探索 那 所以当你知道这一件事情的 整个全部的面向之后 你才会对他比较有清楚的认识 比如说我们看新闻 现在以前那个党政军退出媒体 但是他就进驻了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几乎80%的新闻台 讲的都是偏颜色的 那所以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 就只有看那几台 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是绿的 但是如果偶尔转到那几台不一样立场 你就会发现怎么角度完全是不同 然后你在电视上看新闻 你觉得可能是这样 可是你真实的情况回到家 跟你的家人聊天 或者跟你的小孩聊天 你就会发现 怎么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 甚至你走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那个市场的摊贩 跟你讲的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 一件事情其实他是有很多面向 一个脚椎 一个脚椎你从侧面 从侧面看他是一个脚椎 你从正下方看他是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如果你把他投影到 投影到那个荧幕上 他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图形 所以 我们在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的用各种面向 那其实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一个方法就是切换不同的人设 切换不同的人设 比如说 我们就以最近的新闻来讲 那个五百万一千两百万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在看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什么 来问一下 你会看到什么事 你不知道 你应该是这个天上人 不食人间烟火 最近的新闻 桃园前市长 郑文燦 唱歌 那个秦政爱民 什么乡土 忘记了 但是呢 因为那个 收费案 然后被抓去就是法院嘛 然后第一次是五百万交保 然后他当天就抽出来 马上就交保出去 然后现在又发费根省之后又再 再度裁定一千两百万 要收押 收押 收押 那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你会想到什么 这也太新闻 还有吗 很有钱 很有钱 对不对 我们 你看我们当老师的 我们一个月薪水多少 然后你五百万现金 你要马上可以拿出来 你要赚多久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赚十分之一 我的户头里面不到十分之一 总全部加起来 还没有投资的选项 你叫我拿出一个五百万可能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一千两百万 好 还有老师有什么想法 没有 各位 各位如果你待过偏乡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新社的时候 我们的伙食 我们的午餐 那个那时候还没有就是那种全线 统一的那种营养午餐 那我们那时候自己招标 那种那么偏远的地方 他的午餐你知道吗 除了白饭之外 一个肉 一个很阳春的肉 然后剩下那个就是一个菜而已 然后那个菜是感觉上看起来就是 好像是那个菜他卖了之后 剩下的在地上的那一种菜 然后那个汤啊 捞半天 好不容易捞个十次 应该可以捞到一片叶子那一种 那是我们的国小的营养午餐 我在那边待了三年 然后所以现在的营养午餐稍微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新闻上面播出来 那个监狱的营养午餐 这比学校都吃得好 你会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觉得 啊 我们干嘛那么辛苦 哪一天活不下去 就去抄商说我要抢劫 你就可以吃免费的单餐吃到饱 好这样 好所以这个蛮奇怪的世道 好还有吗 以你现在现在的身份 好差不多了吧 好那如果说 现在你你假设一下 你就把你当A 就把你当A 好你是可以有人设的 好假设 你现在是地方政府官员 比如说好你是那种县长的层级 市长的层级 好也可以 或者是你是那种名义代表 你是假设你是现在这种层级 你要想象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名义代表 我是一个县长 我的辖下有很庞大的 这个公务员的机构 然后我拥有很多的资源 我的政商关系也很好 那你看到这一页是新闻事件的时候 你会想什么 他说他怎么那么倒霉 没有搞清楚风向 或者是说可能派系不同 这个 没有洁生至爱 对这个是好的 坏的呢 有没有人敢讲 我把它剪掉 那坏的我就讲一下 我没剪到就算了 我看起来比较像坏的 你会想说 如果我是同样这个等级的 要收贿嘛 就算要收贿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人家都 都还在电话里面跟你讲说 我跟你送了钱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然后一个大 到处都是监视器的时代 你还拿 那个厂商拿个大黑色的袋子 里面装的都是钱 虽然摄影机照不到钱 但是照到那个大的黑色袋子 那你 那个人扛了一大袋的东西到你家 然后出来什么东西都不带 那不是很奇怪吗 放在客厅放一年说 你不知道有人在那边放东西 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 所以你就可能会想说 就算我要收贿我也不会这么不小心 这么大辣辣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你自己的派系跟人家不同 你应该就 就 提早就会防备说万一之后 自己的派系下台之后 那个后果会是什么 我们可能就会提早就会很低调 或怎么样去处理 对不对 绝不会到现在都已经 不同派系的人都上台了 那我现在还这么高调 或者是说你会料到说 之后 就是可能会被挖出来 在别的派系不同阵营上台之后 我的之前的事情 可能就会被挖出来 好 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些事 所以你看喔 每一个角色当你切换成角色的时候 你的想法就会不同 好 好我们再来换一个 好 假设你是这个 那个菜市场里面的 一般民众 你也不是公职的 你是一般民众 那个 就是领那个最低薪水的 还有工作 领最低薪水2万多块 然后生活非常的辛苦 然后甚至还去捡差 这种突片打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你的生活非常的辛苦 你看那种新闻会怎么样 抓得好 抓得好 记贺 我们赚得那么辛苦 你钱这样随便污就有 然后 这个 为官不仁 对不对 你可能会开始骂 你平常很少骂人 对了 他会讲的比较粗俗 但我们上课当然要有点高雅一点 好 好 好 那 如果 我们再换一下人设 再换一下人设 假设你是一个学心理学 你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 或者是社会学的专家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想什么 那小时候可能很溃乏很缺 对不对 所以以后看到钱就拼命的要放进口袋 不管不择手段 不管任何方法 对不对 即使你地位已经很高了 他就是心里有缺陷 好 所以就是 就是把钱看成最重要的东西这样 还有吗 你们要学会切换人设哦 他们怕被录影 各位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你要会切换人设 没关系啦 前面这一段我 线上的人都听到 没关系 他们想的可能比我们更那个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色就好 今天如果你是上帝 你站在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然后地球在你的眼中 就是小小的一颗篮球 好啊 然后你 你可以这个拉远看到人的近况 你也可以拉远看到整个地球 你也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这个时间轴的历史 怎么样这个 怎么样生生灭灭 好 那你会想什么 因果循环 对不对 报应不爽 好 所以这个属于县世报的部分 好 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正常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好 人性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会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件事 只要有人 就会有僵义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 这其实就是蛮正常的一件事 那所以各位想一想 既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更何况我们还没有讲到 要切换那个小狗的角度 小猫的角度 对不对 甚至这个地球上的树 树草草的角度 对不对 那所以当你了解这件事之后 甚至你的层级 你的心理的心态的层级 如果已经达到上帝那个层级的时候 或者达到心理学家 你已经了解这就是人性 你就不会对这个感到有什么的稀奇 对不对 那反而是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那我既然知道这是人性 那如果是我 我会有什么想法 我会有什么想法 我会多少钱可以收买我呢 你说邱文胜老师 讲的那么高尚 那如果我今天给你2000万 你会不会收 我可能就要想一想 这个2000万到底值不值得收买我 对不对 就算我可能一年以后要进监牢 那这2000万值不值得我去收 结果可能是不会 但是如果你拿1亿呢 我可能真的要考虑了 所以人性真的是这样 那所以除非你有更高更远的志向 或者是你 你自己本身你就 在金钱方面你可能就不匮乏 其实你就不会被他收买 或者你知足 你心里很知足 我从小可能就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所以我从来对这些物质的东西觉得 就富于匮乏 所以即使我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师 领一个这个教职人员的月薪 然后可能要养全家这样 那我可是我心里上觉得满足 那我来上这种课 这种课外面一堂课要几万块 但是我们不收费对不对 对啊很多很多线上老师会问我说 老师你这个课含尽量这么高 你为什么要把它透明开放出来 开放出来呢一方面会 会打压到补习班的生存 我知道 以前我在把我那个竞赛心法 公告出来的时候也有老师 公益的老师 公益学校老师会念我 他说 学老师 我们好不容易Squitch这个东西 在是公益老师先开始的 所以公益老师比较知道美感 所以我们去比赛啊 什么都还成绩都还不错 然后补习班现在还追不上我们 那你现在把那个竞赛的心法 都公告出来了 然后他们都会了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 那个补习班通通比我们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 我说 该知道的事情 反正大家都会 终究都会知道 那个竞赛本来就是会越来越白的 那我只有提前把这些大家都想得到的事情 都公告出来 让大家都会了 大家都会了之后 你要比人家厉害 你就会怎样 想办法再提升 对不对 就会想办法再提升 所以是不是全部大家一起进步会比较快 我是朝这种心态去想 所以 我也是同时也是 但是 当然有一些想法 我们会刺激补习班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常常就是一点小小的事 他就把它切割 可能 切割成很多的 课程 然后就可以赚很多糖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那个新制图 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心法而已 就这样操作就可以把你的思考 就可以做很很好的运用 可是他们就会切成 今天就跟你讲说 每一个分支 要什么 有弯曲的幅度 然后要每一个分支不同颜色 规定一堆 然后叫你去学那个规定 然后学到最后那个手画的还不好用 再来学电脑 然后这样一直一直 然后同样一个东西就叫你做十个作业 一个作业就是一堂课这样 就商业操作 那都是在商业的上面 那所以今天当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丢出来之后 大家会想到会知道说 原来提升自己其实不困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重点是你知道那个关键的核心心法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大家如果都知道了 比较 比较那个 不努力的补习班就开始骂 但是比较努力的补习班他会学到新的东西 他会知道说 反正现在知识这么透明 如果有人把他分享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就该精进 从以前的这样商业操作之后 我们是不是该讲一点那个心法的部分 所以他们也会升级 那老师也会升级 那学生也会知道说 如果补习班就这样 那我还不如自己学 还可以省下补习班的钱 那所以老师 学生也会自己成长 那家长当然也是 好所以 有些东西 当他还没有大家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进步很缓慢 觉得看不过去看不下去 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给弄到大家都知道这样 所以大家就突然间 突然间一下子就整个提升上来 然后就会有人再去想更高层的部分 所以这反而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可以刺激大家进步的一个方法 好 那所以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知的部分 你除了不断的自己去学习之外 甚至你要问人 要问不同的人 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方式 另外都是一个方式 好所以 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 这等一下再讲 好所以我们知的部分 这个步骤 就是要先去多方的了解 以免产生偏见 然后多方的了解 根据我们昨天的讲法 就比较可以在混沌之中摸索 看索到整个森林的长相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想要 之后想要的部分 再去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所以这个是知的部分 所以如果能够有快速学习的本事 我们昨天讲的那一堆本事的话 那相对的你这个部分的进展 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接下来如果你知道了之后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很重要 那个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往 对不对 思而不学则待 所以如果你只是学习 然后从来不思考 那就准备好死 就没有什么用了 不如细喝 因为你只会考试 只会考试的 考完试之后 就都忘光了 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用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就是思 那思要思考什么 思考什么东西 当然第一步要思考 我刚刚学这些东西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如果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学他干嘛 对吧 对吧 来各位想一下 刺激各位一下 我很喜欢刺激大家 有学过微积分的举手 有学过三角函数的举手 你们都有国中以上的学历 应该都学过了 请问你 你现在到现在三十几 四十几五十几岁的 已经好几十年了 请问你 在你的生活上 任何你的工作上 除非你是教数学的 教数学的不算 你的生活上 你的工作上 你有曾经拿三角函数来 来想过事情 有曾经拿微积分来想过事情的举手 很少 很少 非常的少 万中无一 对 那你就会想说 那我花那么多时间 那么痛苦的学三角函数 到底是在干嘛 我学微积分 我大学的时候学微积分 初等微积分 我被当了一次 那当了一次之后 就党修高等微积分 因为我们是应用数学系的 那党修呢 就又要再隔年 就只能再修一次 这个初等微积分 修过了才能再修高等微积分 然后高等微积分 我又被当了一次 不过 还好我还算认真的 我们六十个学生进去 准时毕业的只有 就是能够毕业的只有剩十七个 我是十七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还好有准职毕业 其他的呢 就是被自己走路了 我们的数学系是这样子的 奇怪的一个系 好 那所以你就会想说 那我学这些我以后用不到的东西 那到底要干嘛 我如果把这些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志愿 可能是想要当一个厨师 那我如果把这些 学这些事情的时间 等下来 我去学厨师的专业技能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如果你很早有目标 那就很好 我们今天会有一堂课 今天会有一点时间 在讲这一件 规划未来成功人生的方式 会讲这个 那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把这些时间都省下来 然后我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 来学我未来想要 想要的东西 我的人生目标上面的东西 那一定会对我的人生大有助力 没错 的确是这样 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人会跟你说 不是啊 我们这个就是为 为未来而准备的啊 那所以每一个学习 不管学什么东西 不管什么经历 对我们的人生都是有意义的 讲这样对不对 也对啦 只是他如果 如果 在你未来的人生里面 从来没有产生过作用 那就 那就没有用 对不对 那就没有用 那就是真的没有用 我们用结果论来讲 好 一件事情 如果从来没有在你的人生 产生过 出现过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好 这是从结果论来讲 好 那 所以我们以后在学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要考虑说 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如果真的有用 我一定会很努力去学 好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那个教育制度 会 会让很多的这个学生 尤其到上了高中 上了高中之后 会放弃学业 所以我们家小孩也是 那个上高中之后 就完全放弃了 好 虽然个性还是很好 在学校都有听课 但是一回家呢 就打线上游戏 打到半夜2点 怎么券都没有下 好 然后高中的成绩 10科 有8科 没有超过40科 好 所以高中没有毕业 那怎么劝都没有效 好在我们 我老婆在这边可以作证 那个高一的时候 我们面临了很多冲突 家庭的冲突 他就回来 他跟你说 我在学校已经有认真上课了 然后所以他回家都不复习 然后我们两个就受不了 然后就一天到晚 我就在那边吵架 我心是稍微比较宽一点 因为我们就是专业学教育的 那我们会知道说 有些东西是要等待的 所以后来我跟我儿子讲说 后来我儿子讲说 你要自己要知道 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你想要学的 没有关系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如果你高中没有毕业 他们花中是有补考试对不对 你暑假再去补修 过了就会给可以拿到学分 他连补考都不想去 他连补修都不去 他是完全拒绝高中的学习 我还会跟他说 那你如果没有高中的毕业证书 那你现在目前至少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 几乎 所以我就其实没有那么担心 但是虽然还是有一点疙瘩在 那我跟他说 你如果上大学 没有没有毕业的话 那你这一辈子就是只有国中毕业 你知道在台湾的社会 一个基础的学历有多重要 你如果真的连国中都没有毕业 你可能会沦为 那个最低工资的那一群人 甚至是没有工作那一群人 除非自己创业 不然就是这样